菩萨都会赞叹你 因为呢 你在会土修行的功德 一日一夜 胜过于他方是一劫的 的确也有经论这么说 但是听好 在会土不见得每个都是佛教徒 新加坡都还有这么多宗教的 不见得他是真正佛教徒 就算是佛教徒 不见得真正听到四十八愿 所以讲在会土修行 不要讲得太好听 最会土的修行 注意听 为什么是会土修行呢 因为你过去的业余烦恼 所以你投胎这个会土的世界 所以你要依现在 所有一切的逆争上缘 来最为修行 将来你可以发愿 往生待净土成就 比如说假如你今生 真正这一生是娑婆世界最后一生 结束以后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成佛 就叫做会土修行 而净土成就 第二类 有些菩萨是在会土修行 也在会土成就 比方说谁 地藏王菩萨 地藏王菩萨是生生世世 他的大悲愿心 越是边地的地方 没有佛国无土的地方 他越是在那边修行 所以地藏菩萨在无量节 无量节以后 在娑婆世界成佛 你有空的话去看 大乘地藏十轮经 他里面就有想 就是他生生世世在会土里面修行 但是有个问题 是因为生生世世 他都已经修圆满了 所以他不会受外境影响 甚至连恶人 打他骂他 他都能够修行 再举一个例子 法华经的释迦摩尼佛 前身 常不清菩萨 人家打他骂他 他还对他礼拜 所以他叫会土修行 而且在会土成就 我再补一句 大家都有念过 八十八佛忏悔文 八十八佛忏悔文里面有 三十五佛跟五十三佛 你知道八十八佛忏悔文 为什么这些佛功德这么大吗 因为这些八十八佛都发愿 在会土而成佛 所以他的功德力跟忏罪力特别强 他悲悯一切的众生 所以他将来八十八佛呢 都会在南瞻部州的会土而成佛 第三个 有些主菩萨是在净土先修行 比方说莲齿海慧的菩萨 东方要是净土的菩萨 都率内院弥勒菩萨 比方说玄庄大使 窥姬大使 虚影老和煞 现在就在斗帅内院 他真正在净土修行 他跟着弥勒菩萨 因为他发愿 他生生世世跟弥勒菩萨有缘 像弘一大使发愿 生生世世跟着地藏菩萨 你敢发这个愿吗 很好 就算你能发愿 现在有一个条件 不要骗人 你要问 你真的有功德力度众生吗 你烦恼断了没有 你的福德智慧增长了没有 所以第三类是 有些菩萨 先在他方佛国土 净土修行 因为净土有很多善知识 就像廉池海慧佛菩萨一样 有很多的良师益友 你又能够骗共诸佛 每天天经 所以你的福报智慧圆满的时候 当你登到出地菩萨 或是八地不动地菩萨的时候 你就可以倒架此行 广度众生 再会土成就 有一个联友曾经问我说 师父我们到了极乐世界 是不是一定要再回来 不一定 那要看你的愿 有些人悲心特别强 他就觉得 我倒已经八地不动地了吗 对不对 那插两地就成佛 反正我生生世世都不会堕落 贤结千佛 我统统都会遇到 那我就先度我的爸爸妈妈为主 那也有些众生说不行不行 差两格很快 我就一口气 先把它成佛 成了佛 我再度众生 像谁 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 生生世世在会土修行 可是他是成了佛以后 才广度无量的众生 所以第三类是指 在净土里面 得到了不退转 八地不动地菩萨 所以成愿再来 可以在会土广度众生 为什么呢 因为会土里面 有很多很多 你过去的亲朋好友 你有过去的爸爸妈妈 所以为什么 中国净土宗里面都会说 愿生西方净土宗 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物无声 不退菩萨为伴理 有人把它改成 还来娑婆度友情 没错 为什么呢 因为虽然你往生了 可是你多生多节 在轮回里照顾你的爸爸妈妈 还在这个娑婆世界 所以这一类的菩萨 他就特别感恩 他的爸爸妈妈 所以他悲心比较强 当然他就到架此行 广度众生 回不回来这个娑婆世界 是你的愿力 不是一定要的 英文讲 Optional Not Necessary 第四 也有些菩萨 在净土里面 比如说临山会上 佛菩萨 他在过去世 就听多宝如来讲经 他也修法华经 生生世世 然后当释迦摩 在地球的时候 放光说法的时候 他也来临山会上 听法华经 临山会上 我们看到的 都会觉得是 肮肮肮肮肮的 假如你现在去朝圣的话 觉得非常落后 可是在天人跟大菩萨 那是释迦摩尼佛的净土 临山会上 佛菩萨的净土 所以他也在净土修持 接下来 他既然登到 八地不动地的时候 注意听 既然叫八地不动地 十方佛国土 来讲都在他的心 所以他一样 在净土里面 也能度众生 有人说 在净土里面 没办法度众生 因为太精进了 这是说错的 净土怎么会不能度众生 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 就净土度了 无量无边的众生 谁说净土不能度众生 谁说一定要在 会土才能度众生 净土跟会土 都能度众生 所以希望大家要讲清楚 那这里看经文 忌惠恒净 是说你现在看到的会土 事实上是众生 业所显现的 若他的本质来说 其实他也是净土 举个例子 在《维摩结经》里面 对不对 阿南尊者就问 释迦摩尼佛 世尊 你介绍 十方无量无边的佛国土 连极乐世界都这么庄严 要是佛国净土也这么庄严 他说世尊啊 对不起 请问你老人家 你住的娑婆世界 怎么这么脏啊 对不对 怎么能有地狱恶鬼畜生啊 这时候佛陀微笑 佛陀释迦摩尼佛 脚趾一暗大地 三合大地呢 全部变成了 跟极乐世界一样庄严 阿南尊者吓到了 佛就跟他说 事实上我住的净土 跟与极乐净土 无二无别啊 我住在长极光净土里面 你们看到的会有高山 有肮脏的地方 是因为你的夜所显现啊 我释迦摩尼佛 已经挣到不生不灭的 无上佛果 我是尽住在净土里面了 好 所以现在有个问题了 佛跟菩萨可以住在净土里面 是他自己的功德 那别人可不可以进入你的净土呢 那要看你的愿力 举一个例子 假如现在宽济念佛堂 非常的庄严 住在这里共修的联友都能来 对不对 假如你来参加共修 那一定呢 最好到办公室去报告一下 你今天已经满了 可不可以来参加 假如他说欢迎啊 那你就可以进来 同样的 用这个比喻是告诉你 佛的净土是他的功德 一般来讲是进不了佛的境界 只有大菩萨 大菩萨呢 还要呢 八地以上 不动地的菩萨 才知道佛净土的功德 好 那现在你还不是菩萨 你只是个凡夫 就想要住在佛的净土里 是什么 阿弥陀佛的大愿力 所以你才能够往生进佛国土 所以阿弥陀佛创造进佛国土呢 就像创造一个很好的国家 就像新加坡 由你们的理智政 创造一个很好的国家 所以你看 马来西亚 周遭 印度尼西亚 很多人 乃至印度人 都全世界愿意来这里 为什么 我曾经问过他们 第一个 干净 第二个安全 第三个 shopping mall 第四个 二十四小时都有的吃 对不对 但他们最不喜欢 要交GST 还有政府公积金 那用这个比喻是告诉你 为什么大家都会想要来新加坡 是因为这个地方 庄严嘛 清净嘛 同样的以此类推 阿弥陀佛 他创造一个佛国土 就是希望你到那边 去读佛教的PhD 而早日成佛的嘛 那你为什么要排斥说 我非不去极乐世界 我要生生世世在这里修行 才叫菩萨 摩赫萨呢 这只是其中一种菩萨 但是你不要否定 其他还有三类菩萨 了解吗 这个道理很重要的 所以 会土的本质 讲到究竟来讲 它还是清净的 就像释迦摩尼佛 一按脚趾 三个大地 还是一样清净啊 与极乐信徒 无二无别 为什么 那是他佛的功德 那一般我们的人呢 达不到这样功德的时候呢 那你当然要仰仗 阿弥陀佛的愿力 才能够求生极乐净土嘛 好 接下来再看下面 请看 几一 对不起 几二 闻到清净的佛国土 不可思议 但是你不要害怕 这样子你才能够了悟 为什么一般人 我刚才说过 害怕有分两类 都是呢 一 害怕佛的境界 广大无边 第二 害怕呢 自己修得不好 可能取不了极乐世界 这里解 以二说了一个问题说 闻到清净的佛国土啊 不可思议 你不要害怕 因为有些心量很小的人 总会觉得 哎呀 我造了这么多恶业啊 我又不会读经 我又不试字 我真的能去极乐世界吗 可以的 不要怀疑 阿弥陀佛从来没有舍弃 任何的众生 好 这里有一个问题 所以说师父请问 无量寿经里面有提到良品 关于边地移成 为什么有边地 要怎样才能不要往生边地呢 简单的讲 往生边地有怀疑 一分两类 第一 怀疑自己 第二个 怀疑佛 怀疑 自己的会比较多 因为我们总会觉得 我们修得不好嘛 对不对 我们造恶业这么重啊 我们这么丑陋啊 怎么可能去极乐世界呢 怀疑自己的会比较多 怀疑佛的也有很多 因为佛的智慧 广大如虚空 佛这么多的功德力啊 你很难在一下子 你就完全了解 所以只要怀疑佛 或怀疑自己 有一个或两个的话 你虽然也念了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恭喜你 离命中的时候 阿弥陀佛 慈悲加油 让你的心不乱 你还是去了 可是最好 退的时候呢 你是在 边地移成的宫殿里 像花苞一样 那这里有一个问题要补充 有人说 边地移成里面 见不到佛跟菩萨 没错 但是 阿弥陀佛会变成鸟 到边地里面 为你说法 没有说 听不到佛法 注意听 无量寿经说 往生边地的时候 你是见不到 万德庄严的西方三圣 真的你见不到 你在花苞里 像宫殿一样包起来 但阿弥陀佛会变成鸟跟树 进入你 为你讲经说法 让你讲讲 让你欢喜 你忏悔 然后你知道自己错 你已结束的时候 你花苞打开了 你就像连台一样 你就看到西方三圣 所以有人说 到了边地移成关很久 算了我不要去 还是这边修行的好 其实这很愚痴 为什么呢 往生边地以后 你永不轮回 在这边 你还要受轮回 生老病死的苦 为什么你就是这样 跟阿弥陀佛过不去 总是说 我就是不要去 有些灵友就是这样 非常的固执 修其他的法门 很好 但是你不要 毁谤阿弥陀佛净土 不是说 毁谤阿弥陀佛净土 你才叫红正法 其实你都在 灭正法的 我是讲真话给你听 边地移成是 众生的业的显现 你一下子没办法 七宝石莲花化身 所以像莲花的包胎一样 包在里面 第二个问题 师父寿命在边地里是五百岁 是见不到佛的 从经典上知道 但是没错 不要忘了 佛会千百亿化身 变小鸟 变微风 吹动七宝行书 为你讲经说法 这是我要补充的 他的问题说 那请问跟我们这个世界 比这五百岁 是人界的多少长 注意听 我去查过经文 这位莲友 你写的五百岁写错 不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五百岁 是指死间的五百岁 因为佛讲五量寿经的时候 是对我们这个世界说的 像那个在观经里面说 下辈跟中辈往生 有些年包 一包是十二大节 十二大节是讲地球的时间 因为佛讲经的对象是我们 所以我查过这里的五百年 注意听 你写错了 不是极乐世界的五百年 是地球的五百年 好 那我又再去帮你查经文 极乐世界的一天 怎么算一天 莲花花开 一开一合 一开一合 这叫一天 极乐世界的一天 等于人间的一节 他没有写大节跟小节 就算没有写的话 就算小节好了 小节也很长很长的时间 你说极乐世界一天 我们人间一节非常的长 以此算我们人间五百年 极乐世界才几秒钟而已 所以边地移成五百年 在极乐世界是几秒钟 花就开了 那为什么有边地呢 第一个 不相信佛 相信自己 不相信自己 或是不相信佛 这两种里面的有一个 所以要信佛是很难的 真的很难 那现在来补一句 假如你会说 也有人问我 师父那假如我常常怀疑怎么办呢 哎 这么麻烦的 念五量寿经 念大悲神咒十万遍 或是拜阿弥陀佛 或拜阿弥陀四十八大院 其实你会听到净土经典 你觉得有缘 只是你接受的深浅程度 你就透过拜佛 念咒跟念经来忏悔 就说求阿弥陀佛 我真的没有智慧 我很想去 可是我内心乱七八糟的念头很多 那你就让我念头的乱七八糟的念头 通通都取掉 让我对极乐净土生起信愿心 你这样羞耻的话 你就会对净佛国土不会怀疑 当然对净佛国土不要怀疑 也是要多生多节修的 所以简单地说 第一个要忏除业障 第二 积聚你福得广大的资粮 你才会有这个欢喜的心 明天我会讲 希望明天有时间 因为明天还要点灯 还有很多很多要做 还有味道 我希望我明天有时间 还会讲第三页的第十七行 福慧史文第四十七 这个寄送到第四页 然后明天做总结 这里面就有讲 恶交懈怠及邪见 若不往昔修福慧 于此正法是不能闻的 所以对阿弥陀佛的净土 最好的方法就是实修 你诵经念咒或拜佛 求佛加持你 让你的恶业灿除 你就会升起信心 你也不要担心说 哎呀我现在念佛啊 会不会往生边地 担心太多了 因为你真正念的时候啊 佛力加持你啊 你智慧升起的时候 大概呢大部分都不会往生边地 除非是多生多结 故意傍正法 或是遇到恶友啊 他才会往生边地移成的 所以你真正念佛的时候 就会灭你的重罪 接下来再看 假一进物门 以三 虽然知道一件法必尽空 但是呢因果丝毫不爽 我今天很认真的诵经念佛 拜佛种这个因 我绝对念佛是因 往生极乐世界 成佛是果 所以因果不失 几次知道彼土的这个佛 是不来不去的 我们昨天前几天讲过 极乐净土呢 如来是无所从来 无所从去 只有大菩萨 才会生性这样的道理 第四五个 佛身呢 遍满虚空 众生的量呢 也是 佛身量是遍满虚空 众生量也是遍满虚空的 为什么呢 遍满虚空 因为它本身是无量无边 就像我常常用镜子做比喻 镜子可以反射 它可以照很远 你看我现在一照 讲经的最后一位同学 我都可以反射的 没错 为什么呢 因为佛身 它本来就是无量无边的 对不对 但是你 如果没有证悟到这个境界 你就会怀疑 阿弥陀佛呢 今天去接别人 那我今天往生 他不会接错我啊 这些都是有违法的解释 凡复心的解释 事实上佛身是遍满虚空的 你不用担心 几六 闻到无量无边的诸行啊 如人呢 说弹指寝室啊 不要经不顾 就是说 我们在佛经里面有讲到 有很多很多修行打法门 无量诸行 可是有些人念佛呢 念一念啊 然后呢 我相信各位在座现在 往阿弥陀佛的加持 这两次讲座也即将结束 你一定会法喜充满 可是我也知道 我回去一个月以后呢 有些人对信愿行 法喜充满 就开始变这样了 然后又这样了 然后呢 又听别的了 然后又这样了 然后三个月以后 可能又不见了 这一定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闻无量诸行 闻到别人一说了 你的心不要经不顾 不要动摇 不要一直换 佛经里面也常常说过 讲真话的话 你一直对着很多法门 都一直换一直换 是你的福报不够 你的善根很差 学这个也没有信愿行 换那个也没有信愿行 听人说准迪符咒很好 赶快念 然后完了以后 听说钥匙咒感应很强 听说还有一个 一切如来秘密 陀罗你心咒 无上的加持 其实你三个都没信心 听好 三个都是佛介绍的法门 你对一个法门 真的有信心的时候 你要肯念十万遍 它就会产生力量 问你呢 你都是蘸酱油 台译说 问豆油 这摸一点 那里摸一点 结果呢 摸了半天呢 蘸油都没有吃到 所以心要如如不动 不筋骨 几期 修时善 顿号 跟敬业三福很好 但是不要执着要求生做天 也有人能脸有会跟我说 师父 哎哟 极乐世界这么遥远 成佛那么难 我看了我还是升天好的吧 天比较近嘛 我可以享受嘛 对不对 干嘛那么辛苦 又要念普贤神愿品三千遍 大悲咒十万遍 太辛苦了 对不对 我只要做善事啊 升天好了 没错 暂时的好而已 天上的人很有福报 天上的人相貌很好 天上的人五欲六成享受强 同时天上的人欲望也多 福报享尽的时候 你还是会堕落的 就算你在天上给你享受五百年好了 轮回里面呢 五百年呢 也是弹指几分钟而已 对不对 那你掉到人间的时候 不一定有佛法 所以修静业三福跟十善业道 不要求升天的果报 这是佛常常说的 以巴如绝后 亦梦中事 不做有跟无解事 请做这个记号很重要 很多人常常来问我 师父我又做梦了 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你不要常常去写 我一定要有一个答案 这也是执着 梦是虚妄的 的确 梦是真的 有些梦呢 是真实的 没有错 我也会做梦 我也会梦到善知识 我甚至也常常会梦到高猫吧 为我加持 的确 但是不用去执着吧 有些人就常常喜欢的 就问 哎呀师父我告诉你 我昨天又做了一个梦 真是不知道有什么意思 答案是没意思 为什么你一定要去抓一个意思呢 对不对 就像我刚才讲的嘛 假如告诉你 不要拜大伯公 然后你就会猜 哎呀我又生病了 接下来呢 我又得罪人了 哎呀师父 我告诉你哦 我这次呢 生意又倒了 哎呀我又发生车祸 那一定是那个 其实你都用自己的意思 把它脸下来的 其实他们都没有意思 都是空性的啊 你为什么要去抓一个意思呢 那有人跟我说 师父我过去过梦 我是国王 我还是最漂亮的皇后 然后我就跟他说 So what 你现在就不是皇后吗 就怎么样呢 所以对梦中的意思啊 不要去常常做 有跟没有的解释 凡夫常常都喜欢去 抓一个答案 让自己心安 这样不太好 极酒 如眼见故乡故 性跟不性啊都不可得故 我们人啊 你眼睛现在看故乡 举一个例子 我们台湾 有很多的故乡都在中国大陆 我的家乡也在南京 可是我从来没有回去过 我只看过地图 可是我们中国人 常常有个想法 我们人要落叶归根 其实哪里是你的故乡 没有一个真的永远故乡 我们在六道轮回里面 我们也天上也住过 所以我们过去 也可以当过帅哥美女过 其实在座各位 我们也可以当过 酷哥跟辣妹过 我们也在六道轮回里面 受苦过 所以我们可以当过 嗡嗡嗡的小狗过 我们也当过猫咪过 其实我们也当然 被人家打死的那个蟑螂过 我们六道轮回真的都做过 释迦牟尼佛也是这样讲 在本身经理讲 他也跺过地狱 可是问题是 请问哪个地方是你的故乡啊 所以人都会有那种 落叶归根的感觉 其实没有一个地方是故乡 没有一个地方是永恒的故乡啊 天上就像你住过了 你现在已经在人间了 地狱受过苦啊 也是过去就过去 所以信跟不信啊 你都不要去执着 叫不可得顾 你不要去抓一些 总是要直接让自己 心安的道理或故事 其实过去了就过去了 对不对 最重要是吗 把握当下 你今生要很有意义 去利益众生 接下来再看 几时 知法无我故 这个比较深 请看 秉一 观金上品说 身解义去 于第一意 心不惊动 第一地意就是 缘起信空 也就 摩赫波尔波罗密 你要对摩赫波尔波罗密 对于佛呢 讲如来 无来而无去 那心都如如不动 可是 这样的经典啊 老实讲 摩赫波尔波罗密经 佛曾经说 不是对初学人讲的 因为讲 不生 不灭 不够 不静 不增 不解 那他就说 什么都没有的话 那我干嘛要诵经啊 什么都没有的话 那持戒也是空的 那我干嘛持戒啊 这个会落断灭 所以佛说 波尔波罗密啊 必须要对呢 具正知正见的阿罗汉 或具有善根 大乘善根的人 或不退转的菩萨而说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听到空性的时候 他心会惊动 举一个例子 举二 书里面说 第一意义是指诸法识相 请看 幻灯片 一二三四 我就没办法详细讲 我讲重点 我举了一个例子 中国的净土高僧 也说了一句话 僧者决定僧 去者顿号 拾不去 你说我们念念 发愿往生 到底有没有僧呢 绝对有 你的神事 绝对有 投胎 莲花化身 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的确接应你了 你真的去了 生者决定要有往生 阿弥陀佛 有 临终皆隐愿 所以往生这桩事情 不是假的 你不能说 往生也是空性了 所以我们就不用往生 错 这叫邪见 这解释错误 可是 你生决定生 因为你念念都发愿 有信愿形 求生极乐世界 这是你自立 二 阿弥陀佛 发愿 临终皆隐愿 它是佛力 接下来你 临命中的时候 一心不乱 这是法力 所以自立 佛力跟法力 你绝对会 往生极乐世界的 有多少的大菩萨 你看 阿难尊者的 往生极乐世界 观无量寿佛经的 韦提西部人 跟五百位公理 也发愿 往生极乐世界 对不对 中国净土东 从慧元大师到现在 有多少的人 一直到很多 静中学会的 往生感应路 有多少人往生啊 绝对是往生的 注意听 去者拾不去 是讲他的心性 心性是没有来跟去的 了解吗 因为 我们往生的时候 你是自信弥陀显现 阿弥陀佛的万德庄严 加持你 就像上次我比喻的 两个电波 一接起来 其实实际上 你就往生了 所以极乐净土 当下就现前 他没有来跟去 所以 去者 实际上 他没有来去的概念 为什么没有去 来去的概念呢 注意听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有自信弥陀 看这里 我今天带了一个 很漂亮的水晶 用这个来比喻 我们的佛性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自信弥陀 问题是上面 我们盖了太多的灰尘 甚至呢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现在经济不景气 看这里 放这里 然后你就到处去找工作 哎呀 我好难啊 都没有找不到工作 对不对 现在呢 时机很差 我都没有钱 对不对 我中马票呢 也没有中 今天早上又有一个人来问我 师傅 你可以不给我四个号码呀 我没有拒绝他 我说 明天是最后一天 我再给你吧 因为我知道我拒绝他 他会很难过 所以我也没有当下答应他 我说 今天讲完经 明天我是最后一天 讲经点灯 可能那个数字会更好一点 好 看这里 所以呢 我就把这个水晶放在这里 然后你就到处去找 哎呀 可以不给我饭吃啊 给我饭吃 结果你碰到一个高明的人 为什么 他可以看到隐身术说 其实你根本身上就一个宝 你很有钱啊 他说我哪里有钱 来 你的手里面就有一颗水晶啊 哇 是水晶钻石了 可以卖好几百万新币的了 对不起 这是比喻啊 不是 大家不要大家来抢这一颗啊 这是比喻啦 不是这一颗 好讲 然后呢 你就看 哦 原来我有这么好的水晶钻石 那他就去卖了 原来说 其实我以前吃苦啊 真的是给料的 是白瘦的 用这个比喻是什么 这个水晶啊 是代表你的佛性 你的自信弥陀 你本来就有佛的功德 你真的不知道 因为无量节呢 就是生生世世造了很多 贪生之的烦恼 所以把这个水晶啊 都盖住了 所以你不觉得它怎么样 上面很多灰尘 甚至你还觉得它是垃圾 现在你遇到了一个善知识 告诉你说 其实你本身就有佛性 你就有无量的珍宝 你只要把它擦干的话 其实你就有无量的功德 后来你就听人了 真的拿那个擦干净的那个布呢 就来擦 擦一擦这水晶就出现了 哇 这就叫做自信弥陀 这样听懂吗 自信弥陀是真的很深哦 我念佛念了很多天 我在想怎么讲给老菩萨听 对不对 终于我看到了一个水晶 很好 代表你心中 每一个人都有自信的佛性 你有自信的弥陀 那现在怎么样让这个 自信的弥陀可以显现呢 你好好的诵经念佛拜佛 你自己每念一身佛号的时候 你自信弥陀的光芒 就会往外放射 当一直修一直修 所以注意听 真正念佛的人 他病痛就会越来越少 真正念佛的人 他福报就越来越开始 慢慢慢慢增加 真正念佛的人 就会慢慢会有智慧 以前不懂的 慢慢现在会懂 为什么 阿弥陀佛叫无量光 叫无量寿马 好 今天讲经的部分 就讲到这里 明天从甲二开始讲 尽性门 好 那我现在要回答问题了 因为我再不回答问题的话 可能有些众生会起真心 师父 我给你这么多天的问题 你怎么都不回答 我尽快讲 我们有钱 而且说 请看幻灯片 请问师父 佛堂里的饭菜是给众生吃的 我们可以拿一点点给小孩吃吗 可是跟佛前讲一下就可以了吗 我觉得很奇怪 你为什么要抢佛堂的东西吃呢 这位脸友 你家里没有饭吃吗 新加坡听说政府主 政府对大家都很好 老人贫穷的人都有饭吃 我还调查过一个月可以申请到250新币 对不对 那你这里佛堂里的饭菜是给众生吃的 天后有两类 一个是给外面幽冥界众生吃的 一个是供佛菩萨或祖先吃的 那你问我说 我若这样给小孩子吃 是不是跟佛菩萨讲一下都可以呢 答案不可以 因为佛菩萨没有嘴巴跟你回答 yes or no 那你或说我会犯道戒吗 我没有跟当家师讲 可以吗 答案是不可以 寺庙的东西属于十方众生 当人家来供养的时候呢 你要跟当家师讲 他说欢喜心 然后你才可以拿 那假如你做错的话 你真的犯了道戒 很抱歉 你得忏悔 忏悔就心清静 师父请问念著里面有六字大名就断了 回去可以接吗 当然可以啊 第二个师父您好 我们又见面了 我很开心 又闻到你的佛法 真诚的感恩 谢谢 请问我可以受菩萨戒吗 我有两个小孩在念小学的孩子跟丈夫 受菩萨戒当然可以 但受菩萨戒我会建议你 要先受三规一还有五戒 五戒持个两三年 你慢慢能够控制你的烦恼 心性还有控制你的念头 你才发心受菩萨戒 那正式也公开回答 受三规跟五戒还是可以吃荤的 你可以吃三劲肉 可是假如你受的菩萨戒要问清楚 现在台湾或新加坡都有传戒 假如传的是放网金菩萨戒 像我 二十一年前我受的菩萨戒 就是放网金菩萨戒 受菩萨戒就要绝对吃素 因为经文里面这么说 菩萨若不可以食众生肉 若食了众生肉就丧失大悲心 就破菩萨戒 所以我一直到现在 我都还是吃素的 你不要认为我虽然斜金刚秤 我那一样吃肉 我绝对没有吃肉 我发愿生生世世 敬畏来寄 永远不食众生肉 所以我来生会投胎 是这胎里素的小孩 那你受菩萨戒当然很好 但是我建议你先受三规五戒 请问要有什么条件 才受菩萨戒呢 要听闻佛法 发一颗菩提心 就可以受菩萨戒 师父 请问外道的众生 在临终时 有善知识帮他助念 请问要领受三规跟五戒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 你讲外道众生 我不是太清楚是什么 是指他平来都不信佛吗 假如他是一贯道或道教的话 临终注念的时候 听好 假如你有受三规一更好 因为我们敬业三福里面不是讲 受持三规 具足众戒吗 至少受一个三规一吧 但是这个也要有福报 临终的时候不一定找得到师父 你怎么办 现在大家做工很忙 师父也很忙 全世界飞 对不对 所以临命中的时候 要遇到出家人帮他受戒 很好 可以受三规一 若没有也没有关系 注意听 专心叫他念佛 一样念佛的功德 也可以求生极乐净土 将来阿弥陀佛会圆满你 三规一的戒 所以不用担心 第二个问题 往生极乐净土是胎生或酒品莲花化生 答案是绝对没有胎生 胎生是什么 金刚金娘讲胎卵诗化 对不对 胎生是什么 由爸爸妈妈的父母的这个 父亲母血而结合而生的胎 对不对 像狗跟猫生出来是胎生 卵生是什么 像小鸟 产卵 对不对 诗生是什么 像蚊子 诗记 它就会这样 化生呢 只有天人的化生 也有莲花化生 所以往生极乐世界 绝对没有胎生 你往生极乐世界 去哪里找爸爸妈妈呀 没有 所以是莲花化生 所以有莲花化生院 师父请问 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 是否可以开大悲咒来听 可以 不过大悲咒会比较长 我建议你有时候晚上因为很累的时候 你开佛号可能比较好 你可以开六字大明咒 或是观世音菩萨的咒语 或阿弥陀佛 为什么 它越短的时候 比较不会刺耳 因为你工作一整天已经很累了 而且你要开小声一点 你不要听到阿弥陀佛 法喜充满 一回家开始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全家人 你疯啦 我们不用睡觉啊 那你是没有智慧嘛 你虽然很法喜啊 你不用睡觉 可是别人要睡觉啊 所以开佛号 开小声一点 我建议你开这个阿弥陀佛 或六四大明咒 或观音菩萨的圣号 咒语的话会比较自耳 因为咒语是要你专心念 它会产生力量 第二个 家婆已经过世了 如果在四十九天里 没有帮她超度地藏经 是可以吗 好 我不知道你最近的家婆 是在最近吗 假如最近的话 师父发愿帮你回向 那你没有帮她超度 没有关系 那你就帮她念佛 你阿弥陀佛会念 观世音菩萨 很好 你孝心很好 那不一定说要花钱去超度 你能做得到就做 做不到也没关系 师父请问有个问题 先要改变自己的行为 然后才能度众生 度爸爸妈妈是吗 答案是的 太好了 你终于很聪明 要怎么样让自己心平气和 因为有时候法喜充满 跟爸爸妈妈说 可是他们还是对佛法没有兴趣 答案你不用担心 拜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要你去度爸爸妈妈呢 你没什么功德力 让观世音菩萨来度你爸爸妈妈 不是更好吗 注意听 在观音菩萨 耳根元通章里面说 众生若拜观世音菩萨 世出世间的祈求 观音菩萨都会满大的愿 求健康得健康 求长寿得长寿 求工作得工作 求禅定得禅定 求出家得出家 求三昧得三昧 求成佛得成佛 观音菩萨 世出世间的圆满 都会满你的愿望 真的 观世音菩萨真的很慈悲 不过对不起啊 观音菩萨你会很忙啊 因为我都大家推荐了 每天跟你一直求啊 其实他像千江游水千江月 你想度你的妈妈 爸爸很好你有孝心 但他有他无量节的语言 跟业 不是你一讲几次就能劝的 但是你要在乎你的行为 举个例子 没有学佛之前你很自私 学佛以后你变成不自私 以前你脾气很坏 现在徐意变成更好 以前没有慈悲心 现在更有慈悲心 那爸爸妈妈就会觉得 学佛很好 因为爸爸妈妈不像你这样 就知道佛法这么深 但是他很在乎 你所表现的行为 师父请问 往生后 菩提佛珠可以一起火化吗 三规五业 五戒往生以后 还有没有戒律 好 我先回答到这里 往生以后 你的念珠 看你自己决定咯 可以火化 你也可以留给人啊 举个例子 教我往生的时候 这条谁要 一定很多人要吧 对不起 我已经留好给我徒弟了 我徒弟哪一个我不知道 开玩笑的 你可以自己决定啊 而且我告诉你真正 黄念珠老居士火化的时候 念珠都全部不坏的 第二个 三规五戒往生以后 还有没有戒律 听好 你断了气以后 这一生的三规五戒 戒体就圆满了 但是假如你往生 注意你写往生 没有讲往生到哪里 假如你来生在投胎 做人的话 你要重新做三规五戒 所以三规五戒 叫进行受三规五戒 假如你投胎到天上 那你也可以找天上的菩萨 没了菩萨 帮你受三规五戒 所以换句话 三规五戒 只有到你这一生 断气了以后就没有 来生要重受 但菩萨戒还有 菩萨戒就像这个 我今天比喻的这钻石 生生世世都在你的心里面 那来生 当然你菩萨戒也会碰到 但是你就算没有遇到善知识 你的菩萨戒还在 所以你生生世世会遇到佛法 这是它差别 但是你这里讲三规五戒 若往生极乐世界以后 怎么样呢 这是我补充的 往生极乐世界 莲花化身那就更好 阿弥陀佛会继续为你受 出家菩萨戒 或在家菩萨戒 或你可以满你的 很多很多的戒 下面一个 清明节扫墓所祭拜的东西 可不可以吃呢 供天使所撒的祭品或钱 可不可以吃或给小孩吃呢 可见新加坡人很喜欢吃 这个问题也有人问我 师傅还是有耐心 因为我知道 接下来就是卫塞节 然后再过去就是 清明扫墓已经过了 接下来就卫塞节 接下来就七月呢 七月的新加坡 非常的热闹 生人死人都很忙 听好 清明节扫墓的 祭拜祖先呢 是当然可以的 但注意听 跟你提醒建议 如果祭拜孤魂野鬼的话 尽量不要吃 注意听 今天也有联友 宽敬天佛堂联友问我 假如现在呢 做七月中原超度普度法会 供佛跟菩萨的呢 当然是可以吃啊 因为供完佛以后 我们是很尊贵嘛 然后留下来 当然可以吃 但你注意去观察 假如摆在外面供了 孤魂野鬼的话 一下子就坏掉了 他们的吃是什么呢 吸他的气 比如说你供水果 他们是不是像我们这样 咬一口叫吃 不是 他来了 接受超越度的法会 他吸那个气 然后那个水果就立刻烂了 老实说你去吃不太好 那个呢 也没什么甜味 我们在台湾曾经发生一种事 就是吃这个供 或是七月超度的 结果因为他吃了 他的身体不好 然后呢 又拉肚子 就一回去啊 就生病了 也有这样的例子发生 所以我觉得呢 供孤魂野鬼的呢 一般呢 我们呢 都是丢在树底下 让他当肥料 供佛菩萨跟祖先的是可以吃的 了解吗 再看下面 师父若有佛弟子 平常都做了很多善事跟读经 若他在灵中的最后一念 生起了恶念 想称恨心的话 他会不会因为最后一念而堕入三恶道呢 答案是会的 你平常做善事读经很好 但是表示说 你善事跟读经修行的功德力啊 跟你的贪生痴来比的话 你的贪心跟称心六分 六分 那你的呢 念佛或修情的功德力只有四分 用数学来比的话 六比四的话呢 很抱歉 你没办法往生极乐世界 而且你生了称心的时候 你的确会剁三恶道 那你就会受苦 等到你的夜境的时候呢 你又会继续闻到佛法 所以灵命中的时候啊 念头很重要 这也就是净土中 为什么要重视读念 师父 弟子十多年前 刚接触佛法的时候 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心想佛号的时候 耳朵就有 南无阿弥陀佛的圣号出现 有一个人唱 有两个人唱 还有一些人唱 很是法喜 觉得身体是空空的清安的 又有一种香味 这种现象 过了一个星期以后就消失 请问这是什么 这表示你这个人 过去就修过净土中 所以当你一念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 很多人也唱佛号 还有一种香味很好 但是不要执着 你过去是就修净土中 但是从你的问题里面 你问师父 现在我反问过你 你有个问题 为什么你过去是修净土中 为什么你现在还坐在这里啊 你要想一想 那表示呢 你过去的信愿性没有很强 还有你虽然念佛 你很法喜 但是你没有降服过你的烦恼 希望你今生 在佛法上应该更精进 更用功 希望你今生能够去极乐世界 师父您好 请问唯处五逆 毁棒正法 是否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不可以 你棒了正法 跟造了五逆中介 没办法去极乐世界的 这是阿弥陀佛的愿 那怎么忏悔呢 一样 拜阿弥陀佛 拜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 读大乘的经典 你要读华严经 法华经 金刚经 都可以 五量寿经都可以 要很认真很认真地读 我现在帮你订功课 念一万遍 一万遍很少的 你知道吗 我现在讲个感应录给你听 在感应录里面 他们一生都念阿弥陀经 三十万遍的 新加坡人最怕听到我讲数字 对啊 你看 有一个比丘尼 他在长安城 送金刚经 一生念十万遍念阿弥陀佛 上品上身 对啊 也有一个连友啊 对不起 围攻和尚 是唐朝的和尚 他念金刚经三十多年 每天念五十遍 后来预知十字 尚被往生 所以新加坡的连友 加油加油 你们混得太凶了 所以第一 拜佛 第二 念咒 第三 念经 慢慢你念的时候 听好 会有征兆 注意听 假如你真的 不管有意无意 棒正法的话 你刚开始会梦见你自己 在地狱里 没关系 继续念 那是你在消地狱的恶业 可能也梦见鬼来找你 对 那是你的业 然后慢慢继续念 不要管他 恶业会现前 甚至还呢 被人家追杀 这样子一直跑跑跑跑 哎呦 糟糕 阿弥陀佛忘记了 没关系 那都是业 都是你心显现的 接下来呢 你就会梦见 阿弥陀佛的佛像 梦到莲花 梦到出家人 搞不好有梦到 宽敬念佛堂 梦中你也在听经 没有关系 我告诉各位一个小秘密 有时候我做梦的时候 还会很多很多人讲经 我讲不完的 那是吗 其实是我的心所显现 所以第二个阶段 你会经过善的境界 到了第三个阶段 才叫做无梦 善的也没有 饿的也没有 那呢 你会梦到阿弥陀佛 那就恭喜你 表示你的业力 这一条 为主无逆 诽谤正法呢 参除精进的 加油加油 这位联友 师父也会祝福你 也会回向你 我会回向你 阿弥陀佛加持他 希望他不要混得太凶 第二 请问阿弥陀经养 什么是善根福德因缘 如何修福德因缘 很好 福德因缘就按照 敬业三福去修 简单讲善根福德因缘 有很多解释 我讲最简单的 你们比较容易接受 第一 善根像种子 你们常常讲 这个人很有善根 什么叫善根 相信三宝 愿意听闻佛法 愿意精进修持 这个人就有善根 对不对 你这个人呢 你叫他念经 他呢三不五十 还要跟你 dis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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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说有善根吗 没有 所以这个人会相信 佛法生 三宝 而且会愿意 听闻佛法 愿意精进修持 就像种子一样 这叫善根 福德是指 它的因缘 像浇花一样 浇花 种一个种子 你要有土壤 要浇花 浇水 还有阳光 对不对 种种的福德条件 福德是指好的条件 比如说你现在 真的用功了 哎呀糟糕了 没饭吃了 要去工作了 那就是你的福报 比较不够吗 你现在想听经 哎呀糟糕 一听经 家里生病了 你没办法来听 对不对 你总是很多很多的障碍 这个就叫 你的条件不足 叫福德不够 因缘呢 就是你好好修净土的住缘 很殊胜 有良师益友跟好环境 这叫做因缘 也有另外一种解释说 善根是因 福德是缘 加起来叫善根福德因缘 这样也可以 经文说 若一日夜二日夜怎么解释 很简单解释 就是二十四小时去去念佛 那你刚开始做不到一定 对不对 古人是这样 念佛念佛念佛 那他快睡觉的时候呢 就是打蹲一下 四个小时再几才念 还有一个叫波舟三昧 波舟三昧请看 就是大殿的四个柱子 绑绳子叫神床 他就一直念佛念佛 到晚上真的快睡觉的时候呢 就是拉着柱子的神床 这样拉着 就这样阿弥陀佛 万一睡着 蹦点掉起来 就聚起来 继续念佛 所以他最主要 一日夜二日夜三日夜呢 不中断的主要原因是呢 突破你睡眠的障碍 至于你说 弟子想修行净土法门 从哪里做呢 阿弥陀佛四十八大院 从头到尾全部听三遍 我讲了很多道理了 好 再讲最后一个 师父请问什么叫做 空无自信 什么叫做起正空信 对不起 又是一朵花 讲空无自信 是讲任何一切的万事万物 它有因缘果 但是你说现在看到花 花怎么来 它一定是有种子啊 人家种花啊 对不对 从花簿拿来啊 甚至宽进念佛堂的莲友去买啊 买来还要剪啊 擦花 所以你看到佛堂的花 所以任何的一个东西 都要很多的因缘果具足 这个叫做它的功用 那你说这个花长什么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 什么颜色 黄色 可见它的种子是黄色的 对不对 它有不同的形象 它的本体是什么呢 看这里 对不起 一片一片的花 这样子 好花不常在 好景不常开 对不起啊 我得把它剥完 不然我讲不到空性 好 看啊 还有一点点 请问哪有一朵花啊 对不对 真的没有一朵花 所以换句话 这个花不是永恒都存在的 所以叫做 好花不常开 好景不常在 你有没有想过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供佛们的东西 都是叫有违法 因为它有生跟灭 所以花 你这样分的话 你看我叶子这样放下去 哪里有花 没有了 最后连花 吃下去的话 就没有花了 对不对 所以没有一样的东西 是永恒不变的 所以这样的现象 叫做空 顿号 没有自信的 空不是什么都没有 空是指它没有一个 永恒不变的实体 请问一下 我做现在的新红湿 请问 昨天的新红湿 跟我今天的新红湿 是同一个还是不同一个 又来了 考考你们 昨天跟现在的新红湿 是同一个还是不同一个 赞成是同一个请举手 你举手要小心哦 这有露营哦 你确定 昨天跟现在的新红湿 一样吗 手放下 那我反问你 对不起 昨天的新红湿 跟今天的新红湿 不太一样 因为今天长了好几颗青春痘 火气太大 那你说 昨天的新红湿 跟今天的新红湿 不同一样的 请举手 举手的人 我会反问你 那谁在讲经啊 昨天是另外一个新红湿 台湾的新红湿 今天是新加坡的新红湿吗 请问这两个新红湿 是同一个还是不同一个 糟糕 有打不出来吗 想一想 那讲又不同一个 奇怪 我有几个新红湿 两个哦 你确定吗 还是三个 还是四个 那我去机场 等一下 我要登机的时候 请问是哪个新红湿 上飞机啊 你说有两个新红湿吗 好 那我问你 你觉得 昨天的新红湿 跟今天的新红湿 是 有时候是同一个 有时候是不同一个的 请举手 请举手 我再讲一遍 你觉得 昨天的新红湿 跟今天的新红湿 是 有时候是同一个 有时候是不同一个的 请举手 不错 这很有智慧 不错 答案是说 师父 你三个以上的答案呢 我都听不懂 都都听不懂的 请举手 好 那你听不懂的 我都听不懂 你听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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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什么 太阳 都听不懂 还是 一流争 我都听不懂 他们都听不懂 都听不懂 所以